国中会考在日前放榜了 中头区的录取率达到99.5% 其中最受瞩目的台中一中 今年虽然说新生入学最低录取的总计点是95点 不过超过100点的新生就达到72% 相当亮眼 在报道这一天一中也邀请两位新生来分享求学秘籍 向门口挤满着人 这些全都是要前来报道的新生 国中会考日前放榜中头区的录取率99.5% 其中台中一中新生入学更是表现亮眼 超过总计点100点的新生达到了72% 今年的新生录取分数是基点95点 那整体而言 基点达到100点以上的考生 也上台中一中全体学生超过7成 所以今年的 把台中当作第一次院的一个考生 看来是非常的多 眼前这位新生在台前自信的分享着国中三年来的读书秘籍 他是诚信乐靠着三年为补习 并且国一国二安排一天在家自学的经验 努力上榜台中一中 更重要的是他在考前两个月 展现强大自制力 禁止玩电玩 就是下定决心要专心念书 好朋友考得非常好 可能他考全校第一 然后我可能在校排前时的尾巴 然后我就觉得不行 因为我们两个原本是差不多的 然后就觉得要努力一下 然后就那时候就觉得又没办法 马上有效果 但是干脆就把电动禁掉这样子 另外一旁的邱德源 则是善用网路学习新知 连接各种知识融会贯通 并在课余时间使用全台博物馆资源 在学习知识的同时 也能实际体验 让他在会考表现亮眼 理解很重要 就是不管是 不管是国中的 就是国中的课业 就是也不能只是死基因被 就是我习惯的 就是去理解我所学到的东西 那就是理解 我觉得理解才是真正的吸收 把知识变成智慧 随着新生报道 台中益中也指出 为了让新生能适性学习 试探兴趣 三年的课程也将安排 与外县市的大学合作 让学生能激造 找寻到升学方向 我们都跟邻近的大学 例如中国医药大学 中山医学大学 中兴大学等等 有相当密切的一个合作 另外呢 我们也从新竹的 国立阳明教育大学 以及在林口的 长庚大学 甚至到台北的 台北医学大学 都有教授到台中益中 来开设课程 会考落幕 高中新生 期待着未来继续探索学习 朝向自己的目标迈进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